父亲洗澡,女儿陪同,这就是70年代的日本,过复心结石的习俗,该视频拍摄于1971年,记录了日本民众过节的全过程,视频中穿白色衣服的,就是那时候日本的外卖小哥,不过当时是没有外卖费的,都是由店家亲自配送,从送来的外卖中我们可以看到,猪食有面条,配菜有黄瓜,有鸡蛋,有虾,温速搭配,对于70年代来说,已经是非常丰盛,要知道在当时,国国还有很多地方都吃不饱饭,可见当时小日子的生活条件是不错的。 在吃饱喝足后,这位父亲正在和自己的女儿一起洗澡,这对于文明古国的我们来说,是完全接受不了,但对于当时的小日子来说,父亲节是个大节,女儿要为其做四件事,其中一件就是要陪同父亲洗澡,也是因为小日子是一个很喜欢泡澡的国家,而且特别流行混语,所以父亲节女儿陪父亲洗澡也是当地的习俗,过节当然少不了礼物,跟着镜头我们来到了小日子的商场,可以看到当时小日子的商场非常的繁华,点冰箱, 电风扇,彩色电视机等,一切电器应有尽有,服装也是各式各样,这也象征了那时候小日子的墙大,带礼物买到后,小日子也开车回家了,这种过节女儿陪同父亲洗澡的习俗,可能也只有小日子能传承下来,大家怎么看?